大家好,今天是1月13号 又回到孟晚舟系列事件了 回到那个第五名被抓的加拿大人 也就是那个毒贩 叫谢伦伯格 在1月14号 北京时间1月14号 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 并处罚没个人全部财产 全部财产是多少呢 后面再说 这个因为跟案情也有关系 这个案子是在12月29号 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挥重审后 大连中院令组何一廷公开审理的罪刑判决 好,先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案情 大连中院经审查查明 这个贩毒团伙有三个人为主 分别是凯姆、史蒂芬和周先生 注意啊,不是史蒂芬周 而是史蒂芬和周先生 以这三个人为主 形成了一个国际贩毒的一个团伙 他们控制中国境内 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有两个账户 为毒品犯罪呢提供这个资金支持周转 2014年的10月中旬 这个凯姆雇佣了一个姓许的翻译 然后在2014年11月19号 凯姆就指派这个主人公谢伦伯格 加拿大人到大连准备将毒品重新打包 藏在轮胎里走私到澳大利亚 然后呢 这个谢伦伯格啊 注意这段描述比较重要 谢伦伯格就干了什么呢 他要求购买用于将毒品和轮胎重新包装的工具 比如说隔成一小隔 把那个毒品塞在轮胎的内胎里 然后订购轮胎 订购内胎 订购二手集装箱 随后谢伦伯格就查看货物 评估工作量啊 觉得这个事儿工作量很大 觉得传期有11月底实在来不及 于是改到了12月 可能在12月中旬左右 结果在2014年11月29号 凯姆雇佣的翻译 徐某发觉这个情况不对 他就向公安机关报案 他就觉得这群人在贩毒 然后这个主人公谢伦伯格就察觉了 于是在12月1号的凌晨 离开酒店前往大连机场 准备逃往泰国 然后呢 途中还换掉了SIM卡 但是他惊停广州的时候被抓获 这个案件 从2014年12月 谢伦伯格被抓到2018年11月20号 大连中院一审判决 整整过了4年时间 当时的一审判决 也就是去年11月20号 以走私毒病罪 判处谢伦伯格有期徒刑15年 并罚个人财产是15万元 刑满后驱逐出境 结果谢伦伯格不服就提出上诉 好 再来看看这个案件中 除了谢伦伯格以外 其他人在干嘛 这个翻译徐某一开始为凯姆 除了当翻译 凯姆还让徐某到大连租赁仓库 订购轮胎 接受周先生和简祥荣 从广州运网大连的 藏有22包冰毒的20吨塑料颗粒 并且放入仓库 这个简祥荣的情况 咱们后面再说 同时呢 凯姆也通知徐某 将委派一名外籍人士 处理这批货物 也就是谢伦伯格 就在11月19号 谢伦伯格受凯姆指派 到大连与徐某会合 然后将毒品准备藏在轮胎内 走私到澳大利亚 然后也就是徐某带领谢伦伯格 在大连 买了用于将毒品和轮胎 重新包装的工具 订购轮胎内胎二手机装箱 然后他去查看货物 然后他又给另外一个人 叫麦庆祥 这个人的情况我们也后面再说 要求麦庆祥帮他找仓库 然后麦庆祥就找了 结果仓库可能也没有找好 然后毒品也没有藏好 29号徐某因为可能害怕 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据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 这个谢伦伯格在14年被捕 并且受到了一个秘密的审判 辽宁省高院呢 就在官方网站上只刊出过一个通告 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在2016年的3月15号 对这个案件进行过审理 在2016年开庭审理这个案件 两年半以后 2018年的11月20号才一审判决 在谢伦伯格被宣判15年的判决 10天以后 也就是12月1号 孟晚舟被抓 在孟晚舟被抓了一个月以后 也就是12月29号 这时候谢伦伯格应该还在很辛苦的上诉 觉得自己很冤枉 结果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 因为他在上诉 然后辽宁检察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谢伦伯格 他属于重犯或者是犯罪未遂 而被做出的从轻处罚明显不当 并且指出中国公安部门又掌握了新的线索 显示谢伦伯格极有可能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在贩毒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议发回重审 然后这时候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又及时的补充了新的犯罪事实 而这一次检察院补充的新的犯罪事实 公安机关掌握的新的线索 到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再一次重审 一共也就俩礼拜 就2019年1月14号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这个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走私冰毒222公斤 并且是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谢伦伯格是主犯且犯罪计随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大连中院说 谢伦伯格是从犯犯罪畏随 因为毒品没有运出去 也就是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谢伦伯格由一个从犯犯罪畏随 并且判处15年 他认为很重 还要上诉 追求更轻的刑罚 来了一个惊天逆转 变成了一个主犯和计随 而且直接被判处死刑 对于他来说 这两个月的人生可以说 走了就像放电影一样 那对于这样的判决呢 中国官媒 中国国内的媒体就表示 遵守了程序正义 案件审理期间 人民法院依法保障了 被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辩护 翻译各项权利 依照规定通知了加拿大驻华使馆 该管官员道庭旁听 各界群众部分中外媒体 记者50亿人旁听了宣判 而且中国的媒体上也反复渲染 这个外国人死刑在中国早有先例 21世纪以来都名外国人 因为走私毒品而被判处死刑 其中日本人就有6个人 而比较有名的是2009年的英国公民 阿克毛被中国法院判处死刑 引起西方强烈关注 因为时任英国首相布朗 亲自为阿克毛求情 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在辽宁高级法院宣布重申以后 外界就猜测极有可能是加重刑法 那么在加重刑法呢 一共只有有期徒刑的20年比15年高 然后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当时结合孟晚舟的情况 结合中国的法律的这个条文 很多的律师认为 这个信伦不过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上诉不能加刑 只能是如果你要加刑 只能发挥重审 对新的犯罪进行重新起诉 才有可能加刑 所以辽宁高院既然是发挥重审 很可能就是为了加刑 那加的话 很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加的余地 而结合孟晚舟事件 大家猜测可能加的会很重 然后中国的官媒呢 也引述了就是外国的一些法律专家 也认为他很有可能会判死刑 比如说波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拜尔斯 他就担心这个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可能会判死刑 乔治华盛顿法学院的中国法律专家克拉克 也说他可能会受到严厉的刑罚 但是同样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在一审的时候 被告的律师张东硕就在庭上指出 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 证据不充分 并且指出谢伦伯格并未着手实施走私毒品 而他要求法官仅仅是判 把谢伦伯格驱逐出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个达德辩护律师认为 谢伦伯格根本没有完成这个犯罪 只应该处以一个很轻的处罚 所以我们来整理这个案件的要点 这里面有七个人 有三个人在逃 就是凯姆石蒂芬和周先生 这三个人可能是这个贩毒团伙的核心 徐某是凯姆雇佣的翻译 也是报案人 有一个叫简祥荣的 是在2014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 也就是谢伦伯格案发的前的那一次活动 他是两次雇车将混用装有毒品的货物 从广州运到了杭州 另外一个是麦庆祥 麦庆祥就负责接运 接运的有很多人 他是其中之一 12月5号公安机关就将麦庆祥抓获 查扣了501公斤的冰毒 也就是说他负责接运的时候 他接运的是501公斤 比这个谢伦伯格多出一倍还多 那么这个简祥荣 也就是两次雇车将混有毒品的货物 运到杭州的这个人 因为运输毒品罪 非法持有毒品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麦庆祥因运输毒品罪 被另案判处死刑 但是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主人公谢伦伯格 他也是在2014年11月19号 也就是跟上述简祥荣麦庆祥几乎是同一案发时间 他接受这个凯姆的指派到大连准备将毒品走私到澳大利亚 然后他是要求购买工具 要求订购轮胎内胎二手集装箱 我们前文说过是徐某去帮他买的 他是要求他买 然后谢伦伯格干了什么 查看货物评估工作量 把传期改到12月 接着谢伦伯格给麦庆祥 也就是上面那个被判死缓的打电话 要求另找仓库 结果到11月29号 徐某报案 过了两天 这个谢伦伯格就准备逃到泰国 然后就被抓了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谢伦伯格是受人指派 到了大连 要求购买这个购买那个 然后看了一下货 评估了一下工作量 觉得完不成 接着打电话 要求再找一个仓库 最后就逃掉了 在整个过程中 他甚至有可能连毒品都没有沾过 至少我们从现在国内通稿来看 因为国内讲述这个案情 全是这篇通稿 至少从国内的通稿来看 就只能看到他做了这些事 但是他却被判了 尤其徒刑15年 而且被罚没个人财产 人民币也就15万元 当然也可能是 他的那个凯姆 给他的境外账户在打钱 美元或者加币都可以 但是人民币只有15万元 所以他的律师据此认为 他这人就是非常的冤 参与了一个策划很大的活动 数额很大 但是其实他做的事情非常少 而且根本毒品 甚至连装都没有装好 就别说运出去了 而辽宁省高院 把这个案件发回重审 大连中院的改判 也是非常的突兀 由从犯喂随改成了煮饭祭随 并且还加了一句 被告人谢伦伯格极有可能参与了 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这句话可以说是废话中的废话 这个数额和数量都这么巨大的贩毒 又是从广东 又是到浙江 又是从大连 然后到澳大利亚 又是有境外的 有境内的 怎么可能是没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所以谢伦伯格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 正在积极上诉 没想到上诉了半天 突然上诉来一个死刑 所以据路透社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这些案件就表示 极为关注 并且直接说出中国此举是任意行为 他说作为加拿大政府 我们极度关切 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也应该如此 中国在这起案件上选择开始 任意采用死刑 而前文所述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克拉克说 在中国发回重审都不常见了 而发回重审被加重判刑就更少见 他说很明显 谢伦伯格的命运 跟他实际上是不是有罪 没有什么关系 纽约时报也说 这一案件的发展令 中国和加拿大的冲突达到了最高点 谢伦伯格的亲戚就说 谢伦伯格已经成为加拿大要加拿大 中国要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一个筹码 但是在看中国的环球时报 他又开始洗涤了 说谢伦伯格的上述审理发生在孟晚舟被拘押之后 说西方一些舆论将孟晚舟和此案联系了起来 宣称中方在拿这个向加方施压 这种无理的推测是对中国法律的轻暴粗暴轻视 还说加拿大近来有点中邪 很热衷于拉美国和其他国家为它发声 好像这会有利于使中国屈服 这是对中国的法律和国家意志双重低估 其实我们要说环球时报这时候再去辩解 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的严重低估 因为这里面的推理我们上一期也说过了 就不再说了 实在是太直白太简单了 那边波兰刚抓了王伟金 华为呢他不想硬扛 但是呢中共的高层的强硬派还是绝不妥协 于是继续应怼 迅速的就把这个加拿大毒贩 本来是发回重审 就是看对方代价而沽 你这边波兰 用波兰好像没有屈服 又抓了华为的另一个人 那我这边直接就判个死刑 好像显得出了一口气 或者意志非常坚决 这个案件比较迷惑人的地方 就是这个冰毒的数量十分的巨大 好像给人一种道义上的优先感觉的 接触这么多冰毒的人 直接就全判死刑得了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如果都是这么简单的全判死刑 就不需要那么详细的文本了 这个事件里关键这个谢伦伯格 他的毒品没有运出去 应该就算是犯罪未遂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替毒贩求情 如果他是一个在正常的时机 正常的判案 那么该判什么判什么 但是一来这个案情前后的逆转太大 可以说按照被告的这个电户律师说的 是案情存在着不清不楚 量刑也存在着过重 第二关键是这个时机 判他的政治动机让人高度质疑 因为你抓了四年 也就中间开始停过一次 然后四年以后才宣判 结果现在一抓孟晚舟 二十天之内检方就有了新证据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矛盾了 那是显得这个大连式的检方太无能了 还是太神勇 要不然就是这个孟晚舟真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只要一抓孟晚舟 检方就有如神助 立刻掌握了一个跟这个孟晚舟毫无关联的案件的关键证据 那这个孟晚舟以后呢 就干脆就常驻中国的最高检就得了 一旦有什么疑难案件呢 就抓一次孟晚舟 然后检方就会有新的证据 孟晚舟也就是检查中国最高检的高级金牌辅助 也就是什么小乔啊武则天啊那什么之类的 当然我这个王者龙不是太熟 会打的朋友可以在底下补充 如果这次改判加拿大人的死刑 还有人说跟孟晚舟事件跟华为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只能对他表示同情 现在有报道称 波兰政府并没有屈服 正在面对中国可能会有的报复 他反而正在考虑限制华为产品 路透社就引述波兰一个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的消息说 政府可能通过考虑立法来限制被人为有害国家安全的科技产品 就包括华为 中国的环球时报又说 全世界都明白波兰这一次做了美国的帮凶 我们应该让他吃点苦头 我们上次也说过 为什么波兰不惧怕中国 不惧怕中共 中共可能也不会对波兰形成什么有效的制裁 波兰的内务部国务秘书称 波兰不是加拿大 中国如果敢报复随时奉陪 上期我们讲奈何不了波兰 还漏了一条很简单的理由 就是波兰后面有整个欧盟在做后盾 而且他又是新加入北约的成员国 很可能他还会拉上北约 现在波兰的国务秘书他就说 欧盟要和北约要立场一致 他的意思呢 可能是欧盟中有一些国家呢 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 不愿意参与这个欧盟 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或者制裁 也不愿意跟北约的立场一致 北约的立场应该算是对中国算比较强硬的 那么对华为的不利消息 还有下个月本来要在西班牙召开世界的5G大会 本来这个大会是中兴华为扬眉吐气的一个秀场 现在呢已经基本上被中国政府这种强硬的 应怼的态度给基本玩完 更何况现在又来一个对加拿大人改判死刑 不是说毒贩就一定不能判死刑 而是西方本来他就70%的西方国家废除了死刑 更何况这这起案件事实都不太清楚 而且是高度有政治动机的随意判案 结合前阵子中国最高法的卷宗失踪案 可以说现在中国司法的脸从国内丢到了国际 中国司法的形象也是浑身上下一片漆黑 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坏过 另外中国政府应怼加拿大这个事情 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笑话 以前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吗 美国人是想打谁就打谁 英国人呢是美国打谁我打谁 俄罗斯呢是谁骂我我打谁 朝鲜呢是谁打我我就打韩国 以前还有个中国是谁打我我骂谁 现在已经变了 现在是谁惹我我就抓加拿大人 那么这种笑话的背后呢 是现在全世界对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人群体啊 对海外华人的整体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眼神中多了一点疑惑 再往下呢可能就是不解 然后就是厌恶 作为海外华人呢 我们已经在生活中能够有一点感受到了 如果这个案件中国政府一路应对下去 而在谢伦伯格的案情不清 政治动机高度被质疑的情况下 稀里糊涂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那么整个加拿大的舆论可能会沸腾 然后欧盟和北约可能意见会逐渐趋于一致 在联合美国他们就形成了真正的一对中国非常有敌意的一个整体 最后可能会发生实质性摩擦 然后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有可能 不过后来一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总有两个盟邦 那么谁会跟中国结盟呢 所以我想了一下可能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就是现在的中国的形态好像非常想回到当年 这个倒退回当年不是说倒退回毛时代 我觉得甚至倒退回慈禧时代 就好像憋了一百多年的气 这次终于养足了实力拳头硬了 再来一次对十一国宣战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历史来了一个大轮回 然后这个事件也会标柄史册 史称谢伦伯格事件 当然咱们扯归扯 回到现实 我还是要说当下的中国政府 他这个判决还是有点玩心理博弈的意味 就是看谁强硬到底 有一种赌博叫河船赌博 其实是以美国的这个赌博 他一般是在这个船上 在陆地上一般是禁止赌博 那么有一种玩法就是比谁胆子大 也许会把对方吓回去 第二呢是西方非常反感死刑 而加拿大有一些人对这个孟晚舟事件 也觉得加拿大政府不应该去帮助美国 而触怒中国 也觉得抓人甚至是对加拿大政府有一个压力 希望加拿大政府把孟晚舟放了算了 如果现在中国一下把这个加拿大人本来是犯罪 不是那么重的 一下判处死刑 可能加拿大的舆论就会继续逼迫特鲁多政府 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非常的搞笑 因为这个案件的事实已经在中国的官媒如此清晰的呈现出来 那么他这样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只能给别人以一种流氓政府的印象 所以能不能让加拿大的民意去逼迫政府这个高度质疑 不过这次大连中院的判决呢 按照中国的司法步骤来说 谢伦伯格这次中国那个大连中院也说了 20天之内可以继续上诉 他可以上诉到辽宁高院 那么这次高院不能二次驳回 那么就只能是重审 那么辽宁高院如果再有一个判决 谢伦伯格依然可以不服 还可以再向上申诉 最后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他不能够二审 他只能发回重审 他还有一次发回辽宁高院的机会 最后的最后高院还有一次 就是审理的机会 所以谢伦伯格理论上呢 还有三条命 这三条命呢 足够拖到月底的中美贸易谈判 和孟晚周安的结局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说不定再审一次两次 就又以事实不清 或者是犯罪计随 然后减轻处罚 驱逐出境了事 好关于这个案件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 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感谢观看